为什么说地球村最好的演员,并不在娱乐圈,而是在政界,内塔尼亚胡十月五日的言辞,再次证明了政客的演技,非常精湛,内塔尼亚胡说,以色列正在七条战线上保卫自己,对抗文明的敌人,他嘴里的七条战线,是指黎巴嫩真主导,加沙地带的哈马斯,野门胡塞武装,约旦和西岸的抵抗组织, 压克什叶派民兵武装,叙利亚什叶派民兵武装,伊朗,毫无疑问,以色列和这七个对手恩怨交织,要从根源上论谁是谁非,已经很难,但现实是以色列正在和他们对战,这个所谓的七线作战,大致是这样的,对真主党,以色列近期已经全线出击,对真主党地盘进行残酷轰炸,并且接二连三的把真主党高层定点清除, 实际上以色列已经怒火滔天,想要把真主党打残,以色列的理由是,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发射过火箭弹,导致以色列北部部分居民被紧离乡,大致意思就是,真主党踹了以色列一脚,以色列就要把真主党干死, 对哈马斯,以色列已经把袈裟翻了个底朝天,理由是报复2023年,哈马斯对以色列音乐节的袭击,这个过程相当于,哈马斯捅以色列一刀,以色列就要把哈马斯碎尸万段,对约旦和西岸的反抗组织, 但是,以色列只是看他们不顺眼,就时不时的去扔炸弹,对也门胡塞武装,双方战役都比较浓,但因为距离较远,只能隔空比划一下拳脚,胡塞武装时不时,往以色列发射一些导弹, 以色列也派战机,去胡塞武装地盘搞搞空袭,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事业派武装,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色列单方面输出, 对伊朗,以色列不停试探其底线,伊朗在被逼极了的情况下,才往以色列发射点导弹,表示点到为止,从作战模式可以看出, 主要是以色列在攻击七个对手,打就打呗,反正这个世界本质上还是弱肉强食,而中东那一块更甚,不仅是强者欺负弱者,弱者也经常挑衅强者, 自古以来就是依靠你打我,我打你,这种娱乐方式打发时间,成头变换大王旗才是历史常态, 但内塔尼亚胡却说,以色列所谓的七线作战,是保卫自己,对抗文明的敌人, 这就有点细经上升了,要说以色列在保卫自己,只有和哈马斯作战是沾点边, 毕竟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,是哈马斯跑到以色列音乐节引发的,其他几条战线, 基本上都是以色列跑到别人家下死守,叙利亚,伊拉克,黎巴嫩,巴勒斯坦,都被以色列扔了炸弹, 这其实已经远远超出自我保卫的范畴了,至于对抗文明的敌人,就更是无稽之谈了, 这个世界上的文明多种多样,并非有以色列定义的,并不是说以色列文明, 其他和以色列有矛盾的对手就不文明,就以色列这种,跑到别人家扔炸弹, 还说对抗文明的敌人,谁会认可这种说法,和以色列同气廉支的美国会认可吗? 英国和法国会认可吗?其他国家更不可能认可了,正如以色列把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, 列为不受欢迎的人,地球村的五大善人及其他村民,都不承认是一个道理, 然而不论外界信不信,内塔尼亚胡依然说,以色列在保卫自己,对抗文明的敌人, 我严重怀疑他偷偷研究了东方气疏后黑血,否则不太可能在演技方面如此精进, 要知道以前的内塔尼亚胡,说话做事更接近铁铁风格, 内塔尼亚胡努力提升演技的原因有以下几个, 一是为了西方舆论战,二战中之后,西方各国在美国的推动下, 对犹太人有一种负旧感,所以过去几十年, 犹太人在西方世界如鱼得水,逐渐控制了舆论、金融等领域, 正常情况下,以色列稍有点风吹草动,西方就会站出来力挺, 比方说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,以及2024年伊朗王以色列发射导弹, 如果以色列形势风格太过霸道,西方也有国家会看不下去, 比方说之前以色列在加沙地带,制造了那么多人道主义危机, 西班牙、法国等国也曾发生谴责,如果内塔尼亚胡用霸道的言辞, 为以色列霸道的行为开脱,那就会遭到更多的谴责, 但如果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在自我保护, 那么就可以糊弄更多不明真相的西方人,继续力挺以色列, 二是为了阻止中东国家形成统一战线,哈马斯、胡塞这类的组织, 因为受到伊朗的资助,而且形势风格比较激进, 在阿拉伯国家并不是很受待见,尤其是沙特, 前几年还带着一帮小弟,和胡塞武装打得有来有回, 差点把美式装备的底裤打没了, 究其原因,无非是阿拉伯国家的王爷们, 已经习惯了能源带来的锦衣玉石, 不想打打杀杀,哈马斯、胡塞武装等, 必须打打杀杀才有自己的价值, 所以以色列和哈马斯等组织开战时, 阿拉伯国家只是打打嘴炮, 有时候连嘴炮都懒得打,内塔尼亚胡在中东混那么久, 自然知道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, 但他说以色列在保卫自己, 对抗文明的敌人时, 其实就是告诉阿拉伯那些富裕的王爷们, 以色列无意在中东大杀四方, 只想解决那些激进组织, 而且阿拉伯国家的绥靖政策中, 还希望以色列和伊朗干起来, 阿拉伯人可以坐收渔翁之力, 这种思维其实和当初英法在二战之初, 为了引诱德国去进攻苏联, 而搞的绥靖政策如出一辙, 当年英法因为绥靖政策吃了大骨头, 阿拉伯国家也会重蹈覆辙吗? 内塔尼亚胡的这种行为, 正印证了孙子兵法的那句话, 兵者, 鬼道业, 战争这种事, 一旦开始就会出现诸多不可预测性的因素, 以色列所谓的七线作战, 其实有很大的水分, 现阶段来看, 哈马斯的反击能力越来越小, 真主党上层损失残重, 基层组织是否还有序运行是个未知数, 如果真主党基层还在运行, 那么以色列出动地面部队进攻的话, 仍然会面临较大的阻力, 伊朗不愿意直接下场, 报复也是点到为止,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, 很难直接威胁到以色列, 最多也就是像胡塞武装一样, 和以色列互相扔扔炸弹, 但短期内, 中东局面也不会扭转, 伊朗虽然不愿意下场, 但很愿意指挥小弟和以色列相互消耗, 以色列也无法真的拿伊朗怎么样, 逼急了, 伊朗就发射一波导弹, 双方只能这么僵持耗下去, 这次中东战争和之前历次中东战争都不同, 之前的中东战争由逊尼派发起, 只在消灭以色列, 那种战略下, 打不过以色列就会收兵, 这次中东战争, 以色列的主要对手是什叶派, 伊朗知道自己灭不了以色列, 就和以色列耗着, 再加上伊朗背后, 还有俄罗斯等国的支持, 双方大概率会长时间耗下去, 直到有一方熬不动了, 寻求破局为止。